每年春节,全国各地都上演着返乡潮 你或许见惯了车站汹涌的人潮 也或许见惯了拥堵的高速公路 然而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是骑摩托车跨越上千公里回家过年的 这部十年前的影片就记录了这样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汪正年夫妇是数万摩托车大军中的一员 他是贵州人,和妻子在广东照请做尼瓦将 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一个月能有两千块钱的收入 天气不好的话,一个月也就一千多块钱 今年过年,他还打算骑摩托车回去 因为车票太过昂贵 他和妻子回去一次的车费就是一千多 往返就相当于他们一个多月的工钱 如果骑摩托车的话,来回只要花费几百块钱 那么一年,他们就可以省下一千多块 他们和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一样 常年在外打工,省吃俭用 有时候,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 为了省钱,很多人都选择骑摩托车回去 尽管这段路未知又艰难 夫妇二人收拾好行李后,又仔细检查了摩托车 确保安全之后,就和哥哥老乡一起出发了 他们将要骑行一千三百五十公里的路程 国道上情况复杂,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能有个照应,他们五个人,三辆摩托,结伴上路 刚刚出发,汪正年就打开了摩托车上的音箱 放着喜庆的歌,终于要回家了,他很开心 路过加油站,他给摩托车加满了油 这一箱油,能支撑他们走过大部分的路程 一路上,他时不时停下来,看一下妻子的状况 细心地给他整理好衣服 他提醒他,不要睡着 大冬天骑摩托车是很冷的 妻子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汪正年生怕他出一点事 妻子提醒他,不要把音乐声开那么大 连路上的喇叭声都听不到了 到了收费站,要付两块钱的费用 夫妻二人身上只有一块钱零钱 他们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找起来有点麻烦 收费员直接让他们走了 路口交紧的大喇叭一遍遍提醒着 保持距离,注意安全 给这段旅程添了一些温暖 路边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骑摩托车回家的人 他们从这里出发,回到全国各地的老家 走到隧道,四周黑乎乎的一片 汪正年打开了车灯,妻子却让他关掉 因为开灯也要费油 他们一向都是这么节俭 为了省钱,连安全都要往后面拍一拍 穿过隧道,没多久便驶出了广东 他们停在路边 因为他们已经被动得手脚麻木 四肢僵硬,需要活动一下筋骨 短暂的休息后,他们又上路了 一直开到了晚上 他们商量着找一个地方过夜 随后来到了一家旅馆 五个人只花了五十块钱 开了一间双人房 热心的老板娘还让他们把车子停到房间里 几个人对照着地图 规划他们接下来的路线 因为没有文化 本子上有很多错别字 他们这一辈人总是为了家庭苦了自己 不禁让人有一丝心酸和心疼 这就是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 在外讨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第二天天还没亮 五个人就起来了 穿戴好衣服,他们又上路了 一路向前开,天也逐渐亮了起来 汪正年归心似箭,全速前进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条黄狗 汪正年来不及闪躲就开了过去 回家路上的第一场车祸就这样发生了 他手脚相应,双臂麻木 根本来不及反应 如果贸然闪躲 那么他们一家三条姓名都将凶多吉少 那条狗不知道有没有死 汪正年跟妻子说道 他有些可怜那只狗 路上状况复杂 他们骑着摩托车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汪正年不敢再开那么快了 不久天上下起了雨 他们都穿上了雨衣 腿上也套上了塑料袋 冒着风雨就立刻出发了 一路上风雨交加 雨衣也被大风吹开 寒风直往身上钻 他们就这样坚持着 想着再过几天就能到家 倒也就不觉得苦了 黄昏时他们到了龙盛 路上车水马龙 在等红绿灯时 一辆气罐车从旁边驶过 哥哥一不小心将摩托车摔倒在地上 汪正年和妻子赶忙下车 三人一起将摩托车扶了起来 这一路上有太多风险 好在还有同伴相互帮衬 他们都安心不少 越往北走 天气越冷 很快几个人就又动得手脚僵硬 他们停下车 在路边点了一堆杂草 几个人围在一起 稍作取暖后 就又再次上路了 可突然间 汪正年停了下来 摩托车爆胎了 他们在路边找了一家修车店 轮胎里边有杀眼 他们在这儿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才修好 修好之后 又再次上路了 他们一直开到了晚上 想找个旅馆休息 可还没到地方 汪正年的车子又罢工了 无奈之下 哥哥把汪正年的车绑在了自己车后面 拉着往前走 这样折腾了很久 他们终于找到一家旅馆 五个人开了一间三人房 汪正年的妻子一进门就躺在床上 他的身体有些不舒服 一个孕妇 在寒冬腊月连续坐摩托车两天 风吹雨打 实在难碍 他甚至连饭都不想再吃 休息了短短几个小时后 天还没亮 他们就又上路了 他们希望能快点到家 路上没有路灯 只靠摩托车一点微弱的光线照亮 天气越来越冷了 路边开始有积雪 头盔上也开始有了雾气 走在山路上 四处都有滑坡掉下来的山石 这种路在山区很常见 也是潜在的危险 为了能够安全到家 他们只好慢速行驶 反正走得再慢 也总能到家的 又穿过一条隧道 他们进入了湖南 由于天气寒冷 他们破费点了一个火锅 这是他们花费最多的一顿饭了 一群人围着火盆烤火 这时汪正年的母亲打来了电话 汪正年还有两天就能到家了 他让母亲不要担心 自己是结伴回去的 路上也有人照应 老乡还提醒他少说几句 一分钟的花费都要一块五毛钱了 随后他们围在一起吃了饭 湖南菜有些辣 几个人都被辣得一直咳嗽 只能让老板多加些水进去 而火锅也只是白菜配米饭 肉寥寥无几 但身上有些暖意之后 他们就上路了 前面有所房子着火了 大家都围着那里等着救火 汪正年他们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上路 前面已经是白雪矮矮的一片了 路上也有很多冰 他们要走的那条路也被封上了 只好掉头继续上路 路上很滑 汪正年沿着路中间的车轮硬 小心翼翼地推着车子慢慢走 妻子还不忘拉着车子 生怕丈夫摔倒 然而一路走过来 汪正年还是摔了好几回 此时天已经漆黑 山上的路很陡峭 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摔下去 这是最危险的一段路了 他们不敢大意 走了一夜之后 终于走出了那段危险的路 汪正年和老乡走散了 他们在路边停了下来 等着他们跟上来 这才发现 衣服上已经结了厚厚的冰 头盔也结了一层冰 打掉之后 等来了老乡 又继续前进 认不清路 就问路上的老乡 老乡热心地 给他们指了一条路 从这里到老家十千 至少要开上三个小时 而且那里海拔更高 要更冷 走到集市上 他们找了一家面馆 热腾腾的面条吃下去 身上心里都有一股暖意 面馆老板还热心地告诉他们 走到十千 估计还要加三十块钱的油 汪正年的心理又雀跃起来 他打开了音响 慢慢地 头盔上又结了一层冰 他们停了下来 在路边找了一些稻草 生起火来 这时 一群老乡路过 汪正年招呼他们过来烤火 这些老乡也已经开了四天摩托车了 大家都有着同样的目标 在这枯燥的返乡路上 能遇到老乡 他们都同样的开心 熟悉的乡音 让他们倍感亲切 感觉离家的路也没那么远了 燃烧的火堆 让他们冻得僵硬的手脚 也恢复了知觉 稍微暖和一些 几个人又向着家的方向前进 然而没走多远 汪正年就看到哥哥摔到了路中央 他刚准备去扶 可还没停车 自己也摔倒了 他摔倒了不要紧 妻子要摔倒可就太麻烦了 他赶忙跑到妻子身边 查看他的情况 好在并无大碍 准备扶哥哥时 哥哥去大喊着摩托车漏油了 让他去扶摩托车 对于他们来说 比起自己的安危 摩托车上的油似乎更为重要 让人看了 不免有些心酸 前面的路越来越滑 这样下去 就算推车也走不了多远 还很危险 汪正年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在路边拿了一些稻草 几个人把稻草拟成草绳 绑在轮胎上 这样子就能减少车子打滑 他们又在鞋上缠满草绳 然而这简易的防滑装置 也只能维持一个多小时 他们必须要走出这段路 前面的路上几乎都是冰雪 修整公路的工作人员 不断提醒他们开慢一点 注意安全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 汪正年的妻子又下车了 他在后面慢慢跟着 走到冰雪融化的地方 汪正年赶忙上来扶他 赶忙询问他有没有摔倒 妻子也担心他推着车子会滑倒 这对夫妻虽然贫穷 但惺惺相惜 感情是真的好 穿过这段冰雪路 他们终于到了十千 几个人都很兴奋 他们看着家乡 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大楼 和一段段公路 不禁感慨 语气里满是自豪 家乡的一草一木 都让他们无比挂念 甚至哪个路口 多了一个红绿灯 汪正年都能一眼看出来 家乡的样子 已经印在了脑海里 由于走得匆忙 他们没来得及买年货 就在集市上买了一些 红红绿绿的糖果 衬托着过年的喜庆 下了这个陡坡 他们就真的到家了 母亲早早地等在路上 还有他们的小女儿 汪正年夫妇 老远就喊着女儿的名字 母亲和邻居们 开心地打着招呼 拎起两人的行李 就往家走去 汪正年想接过来 母亲却坚持自己来拿 等了这么久 终于见儿子平安归来 他别提有多开心了 到家之后 还没坐下 汪正年的妻子 就抱着女儿 给他洗脸洗手 一年没见 不禁生疏了不少 妻子有些心酸 但也没办法 这就是留守儿头的现状 家里热腾腾的饭菜 最能抚慰油子的心 按照风俗 一家人一起杀了一头猪 鞭炮声响起 最初都演绎着 新年的欢乐气息 女儿也穿上了新衣服 一顿丰盛的饭菜做好了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烟火生疼 说说笑笑 圆圆的桌子上坐满了人 在外奔波的辛酸和老泪 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骑着摩托车 长途跋涉 也只是为了这一刻的团聚 1350公里 这部纪录片 在2011年春运时拍摄 记录了汪正年 载着怀孕三个月的妻子 彭双琴 在春节前 骑摩托车从广东照请 穿行1350公里 返回贵州 十千老家的全过程 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 农民工的生活现状 也让我们更直观地 了解到了他们的心理 2011年1月 仅在广东照请 就有大约十万辆摩托车 开回全国各地 回家过年 对于在外讨生活的人来说 或许只有春节回家时 才是最开心的 我想看完这部纪录片 你会明白 为什么农民工 可以不顾旁人的目光 蹲在路边烤货 为什么农民工 为了省一千多块钱的路费 甘愿忍机受冻 在冰天雪地里 骑行几天几夜 时至今日 还是有很多人选择 骑摩托车回家过年 再见到骑摩托车 放着拉方音乐的农民工时 你也不会再嘲笑 这就是他们平凡 且快乐的人生 春节即将来临 相信很多人 都在盼望着回家过年 今年疫情形势严峻 能不能回家过年 也是个未知数 但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做好疫情防控 不管在哪 都能开开心心的过年 没见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